这个男律师好大胆 竟然在结婚后 还长期和前女友同居 两人过着如交似妻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 两人的照片很快就被妻子小池发现 男律师当初和妻子小池结婚 就是为了小池家的钱财 他忽悠小池买豪华别墅 便卖小池母亲赠送给小池的地产 小池从其他律师处了解到 如果离婚 小池母亲之前赠送给他的地产会被分割 并且他们领证钱买的别墅 也只能是男律师一个人拥有 于是小池设计忽悠丈夫 假装想要和好 但是前提是丈夫得证明 自己并非是贪图钱财 才和自己结婚的 让他将变卖母亲地产的钱全数归还 男律师知道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价值几个亿的地皮 在利用熏心之下 这个狡猾的律师竟然同意了 一切发展都在小池的计划当中 但就在这时 男律师的前女友 却在网上发出怀孕的消息 为了计划的顺利进行 小池竟让丈夫带着自己 来到她前女友翠花的公寓 小池强行将翠花拉到洗手间 拿出厌孕棒让她吁吁 过了半个小时 最终的结果出来了 小池走出来刚想要收拾丈夫 表姐却在这时打来电话告诉她 她的母亲因为得知 女婿出轨对向怀孕的消息 气的心脏病复发已经入院 当小池来到医院后 她的母亲已经被送入抢救室 她的母亲 感谢观看